如果你是舉證 消費者制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一樣的道理是 你今天當中這五條 你要看這五條當中 各自能顧它的小組當中 有固定Auto Shift Auto Run Auto循環的量有多少 有沒有當中它的單是Drop off的 聽懂老師該念了 我這樣講的時候 各自的那個制度就聽得懂 有沒有聽懂啊 只要聽懂自己這種制度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是我們所講到 第一個叫動線數 動線數了解了之後 當中來說的話 組織的整體業績叫做 動線數乘以來大聲告訴我 叫做單位殘值 就是你的動線所做的業績有多少 我有十個A的拼接 每一個A的拼接做二十萬 十個乘以二十就是兩百萬 聽老師該念了 所以當你的整個組織業績不夠 你要問自己的問題點是 你的在做的人動線數不夠 還是每一個動線業績做太少 我們會有一個單元專門講這個東西 這邊老師給各位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當中稍微親愛的來看一下 右邊有沒有看到一張表 這張表當中未來做什麼 這張表當中各位可以根據您的組織 或是公司制度的特殊的狀況 稍微修改 我只給各位參考的半本 這張表是月初的時候 每一個在做的夥伴 未來都應該要去填的業績規劃表 這個業績規劃表分成三個部分 有沒有 第一個部分來 A的部分來大聲告訴我 這個業績叫既有的什麼 消費者 什麼叫既有的消費者 叫做曾經跟你購買過產品的消費者 所以我在做這個事業 我今天到月初的時候 我應該就要規劃 哪一些我既有的客戶 這個月應該重新跟我購買了 對不對 我們今天寫說阿豬阿花 對不對 或春花秋月 然後第三個是誰 何時了 對好優秀對不對 春花秋月何時了對不對 那春花這個月該買什麼 秋月這個月該買什麼 何時了這個月該買什麼 對不對 那你看到人民 然後預計他們要買的產品 如果你的產品是多少錢 就是多少分 你就直接在上面寫積分 如果你是產品 剛好有個積分對照 你就要拿你的產品跟積分 多少分 多少當中來PV多少 多少RV 聽懂我意思了嗎 然後把它算這個積分 算出來回購業績 大概有多少分 這是第一個業績來源 有沒有聽懂的 第二個 你看到第二個 B的部分代表 我上個月或上一段時間 談的對象 但是還沒有成交 預計這個月要收單 聽懂了 所以這個叫做新開發的消費者 所以我一樣把這個人民寫下來 對不對 然後這邊你看我是不是寫的 跟前面不一樣 我這個新的開發對象 我打算第一次他加入 是我要推什麼產品給他 叫做推廣產品 然後預計這個產品的積分 然後這邊開發方式就是 是帶來哪一個會場 或是哪一個上線幫我談 各位聽懂我老師概念了 這個時候你要做紀錄 是不是 這是我們講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那有些夥伴 在你是美式跟累進 看到這邊 你是美式跟累進 你是美式制度跟累進的制度 在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有小組 所謂的小組 就是還沒有晉升到A聘階 還沒有化開的 他的業績併在你的小組裡面 這樣聽懂我意思了 你把這些還沒有晉升上來的夥伴 在你的小組裡面的人名寫出來 預計他要這個月做多少分 所以你加在一起 這三個加在一起 就是你這個月當中做到的業績 你說老師 那我的夥伴已經晉升為A聘階的夥伴 就每一個月初做一張這個 所以你是上線 你到時候月初搜一搜是不是就知道 你總共這個月可以做多少業績 有沒有聽懂了 有聽老師概念了 是不是 你說老師那我今天是雙向呢 雙向一樣嘛 你左邊右邊 你各有多少固定循環 然後有哪些新增的業績 雙向看的是循環跟新增 這兩個要平衡 聽懂我意思了 你是舉證 我有這五個 這五個各自他的底下 那五個消費者有沒有顧好 或那五個線當中 有沒有當中再出業績 是不是 你用這樣的模式去運作 把這個表格稍微的變化 就可以成為各位組織的這模式 老師當中會議堂當中 專門講業績的部分 我再跟各位談到 很細的這個部分 好不好 OK了 好來看過來了 好來看過來 今天回去當中來說 到下個月 我們講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這個功課當中 第一個來各位看到 我們翻過來 第九 第九的部分當中指的是 我們有一些夥伴 因為這個也是我要講 一個單元的部分 洪災我剛剛稍微有帶到過 第九個部分當中來說 很多的夥伴 之所以沒有辦法運作得更好 來大聲告訴我 叫不懂得什麼 會場運作的重要性跟功能 所以先把會場寫下去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老師讓 這是這個月的功課 下個月當中 這個東西要帶過來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是 你要做的功課是什麼 好 好了嗎 好來各位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 B會場的類型跟基本形態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看到 好這邊打勾一下 好不好 這是這個月要做的功課 我北中南都一樣 交代了這個功課 這功課是什麼 請你回去的時候 到下次來上課 如果你是一個中階或高階領導者 你當然知道 您的公司 哪些是近人的會場 哪些是流人的會場 哪些是育人的會場 如果你是比較初階的夥伴 那麼各位在回去的時候 運用一個時間 整小組的夥伴 一起來上課的夥伴 討論一下 在我們的公司 跟我們的組織 有哪一些近人的會場 你把它寫在 近人下面這個空格 好不是有上下兩個嗎 好近人下面這個 就上面這個部分是你寫的 下面那個要保留空白 那是老師下次來的時候 會跟各位講 你看看還有哪一些方式 是你們可以運用的 聽懂我意思嗎 這上面就是 你的公司或組織 近人會場有哪一些 譬如有人有home party 有opp 是不是 有人近人會場有什麼樣 有心靈課程 有人近人會場 然後有軟性活動 有人近人會場 有北洋大會 基地大會 這叫近人會場 聽懂我意思了 第二個 你們的流人會場有哪一些 有人有ndo 有人有新人訊 有人有什麼 懂我意思嗎 再來您的公司或組織 有哪一個流人的會場 老師下次來的時候 會教各位會場的東西 並且我要跟各位 因為我要跟各位講邀約 下個月我們當中講的是邀約 我要先跟各位講這個 就是說我們的會場有哪一種類型 第二個我要跟各位講到 規劃你會場 每一個月初 會場要邀約跟運作的規劃單 來 有沒有聽懂 有 所以說到時候我們講 今天給各位兩種表格 一個表格當中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所謂業績規劃的表格 我今天先帶到一些觀念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講以後每次月初 要做兩個表格 一個叫業績規劃表格 另外一個叫做會場規劃表格 所以各位你的組織在運作 月初的時候把夥伴聚集起來 大家規劃業績 然後想怎麼用會場來做到 以後你再做 就會有組織當中 然後更有計畫的在經營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了 如果這個東西也都OK了之後 最後的時候我們就要談到 第十個部分 就是開始很多的新人 之所以沒有辦法做得更好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養成 積極但不心極的心態 記住囉 我們在做傳銷是積極但不心極 但是很多新人剛好是完全相反 叫做什麼 心極但不積極 聽懂我意思嗎 上線上線我怎麼都還沒有成功 上線講說你都還沒跨出去怎麼成功 對不對 他很急 但是從頭到尾行動沒有辦法產生 那是這個月當中老師跟各位談的這個部分 下個月老師一來的時候跟各位談 從會場 我要開始跟各位談到 把人給帶到會場 把人帶來做成交 也就是邀約具體的步驟 技巧跟話術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月當中 跟各位分享到這個階段 下個月當中我們繼續下面的課程 好 感謝各位 謝謝 來 再次表演謝謝我們 時代比斯特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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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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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